2023洛杉矶艺术博览会开幕典礼 2月15日在洛杉矶展览中心举行 洛杉矶艺术博览会是美国最全面的国际当代艺术展 艺术展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20多家画廊 博物馆和非盈利艺术组织 展出有绘画 雕塑 纸上作品 装置 摄影 设计 视频和表演等 Laba 国际艺术节创会主席 好莱坞国际知名双语主持人周震 受邀了此次洛杉矶艺术博览会 并亮相于红坦秀的现场 我已经30年纪彈的工作了 但我很高兴认识地来邀请到一个艺术艺术节目 但大家知道现在我现在是Laba 洛杉矶艺术博览会 的国际艺术节目 所以我认识了超过100艺术艺术 国际艺术艺术 医生 专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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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真的很享受这个时间和时刻 在LAA 艺术节目 我希望在疫情后 这LAA 艺术节目 2023年会更加成功 三次爱美奖得主杰奎林刘宇斯 也采访了第一届Laba MIMV全球最具影响力 最具价值十强艺术家 玛丽莎·凯奇诺博士 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艺术家黄建南先生 在LAA 艺术节目 我做了一部副节目 一部副节目 叫DiverseArteLAA 我们在专家和社交媒体 专家 所以这年 2023年 我们在专家 专家的专家 我们有一个专家的专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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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家的专家 我们有一个专家的专家 Glendale Library 其实是一个专家的专家 MOLA MOLA MUSEUM OF LATIN AMERICAN ART 这些都是一些的的児家 专家的专家 专家的专家 透过工具体 专家的专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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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的心愿 透过工具体 专家专家 专家专家 能够更专家的创作 专家 随后主持人分别连线中国大陆 西南地区首席代表的谭军先生 和华东地区的王信勇先生 汉连卫视记者洛杉矶报道